我們常說我們的膀胱是 泌尿系統裡面 儲存尿液的地方 一般來說 它裡面尿液是算滿乾淨的 但是如果特別是女生 只要是憋尿 不喝水的話 它很容易所謂的細菌 會從尿道進去往上 上行到膀胱 造成膀胱發炎 可是這時候膀胱發炎之後 如果你有多喝水把它沖掉的話 你的狀況也會慢慢改善 可是這時候你又不喝水 又憋尿 會讓細菌在裡面滋生越來越多 很多女生也是剛才提到 年輕的時候都可以憋尿 就憋的時候就OK 等到過了二三十歲 憋過一次嚴重的膀胱發炎之後 它以後只要發現 它只要憋一次尿 膀胱發炎就復發 真的 就這重情就要帶每個女生 就被習慣性的 對 尤其是生過 生過小孩的也會很明顯 那更年級之後會更明顯 很多女生又因為 剛開始覺得憋尿不舒服對不對 發覺有狀況之後 她還不看醫生 這時候她也能多喝點水 可是當你到了膀胱發炎 嚴重到 你憋尿 急尿 減尿會痛的時候 你會發覺去那邊 尿不出兩三滴 可是你用猛灌水 結果膀胱又很脹 脹的時候尿又尿不出來 那種痛的樣子會讓你覺得說 你就知道你的問題會大條 可是如果你膀胱發炎 沒治療好的話 會往上變什麼 症狀發炎 會變得急性腎一腎炎 大概一年 大概都要送五六個女生 去醫院住院 而且女生都想說 我只是憋個尿 兩三天怪怪的 覺得有點發燒 來這邊醫生做個檢查之後 醫生就說我要去住院 要住到五到七天 每個病人都不相信 然後再去的時候 住院才知道說 原來她的問題再不去的話 她可能會變成 敗子季休克會有分離的意思